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我国今天新增9,380宗冠病确诊病例 相比昨天有稍微上升 目前全国已经累积超过230万人染疫 其中全国共有4个州数的新增病例达到4位数 分别是沙拉越1503宗 雪兰儿1116宗 吉兰丹1170宗及柔佛1105宗病例 北马方面 槟城吉达及玻璃市分别新增623宗556宗及42宗病例 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冠病疫情正在进入地方流行性的阶段 卫生部长凯里就说 政府不会再设大规模的路障检测民众遵守SOB的情况 不过他鼓励那些处于高接触与移动环境的人定期进行冠病检测 他说这是因为卫生部已经将检测方式转为有症状检测 如果您想回乡探望年迈的父母 就请进行唾液抗原快速检测实际 以保障父母的安全 他今天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如今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个人的责任感与行为 相信大家可以迎接大马安全重开中的挑战 他还表示 目前我国的冠病疫苗成人人口接种比率 距离开放州与州之间的边界上有1.6% 而截至昨天 我国已经有2,069万8,852名成人 也就是88.4%的成人完成了冠病疫苗接种 把焦点转向槟城 今天是槟城国际会展中心 SPY Convention Center的疫苗接种中心运作的最后一天 原本已经在该中心接种第一剂冠病疫苗的民众 第二剂疫苗将转到隔壁的槟城竞技体育场 SPY Arena接种中心接种 这也意味着SPY Arena接下来不再只为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还包括辉瑞及科兴疫苗 负责上述两间疫苗接种中心的经理诺哈斯马医生 接受访问时就证实了上述事件 并指接下来无论是接种第二剂或者walk-in接种 都可以到SPY Arena接种中心 他说SPY Convention Center接种中心运作至今已经有66天了 但随着前来接种的人数开始减少 政府才会做出上述举措 他还坦言 虽然与志工及医生们的相处才短短的两个月 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如今疫苗中心即将停止运作 大家都非常不舍 换个焦点 贩毒集团在本地扎营 以公司名义利用新加坡快递服务 将毒品暗藏在零食和玩具等货物内 并运到欧洲国家 最终却难逃警方的法眼 5名本地男女及总值490万令吉的毒品 在警方的一系列行动中落亡 全国警察毒品罪案调查部副总监 阿杜阿兹在记者会上就指出 这是我国警方与新加坡中央速毒局共享情报所取得的成果 双方合力破获一个自今年1月开始就活跃的贩毒集团 他说警方是于上个月的24日至28日 分别在雪龙、深美兰和吉隆坡展开6项突击行动 逮捕华裔一男三女以及一名乌裔女子 他们年龄介于21岁至71岁 他称根据警方调查显示 此贩毒集团在本地开设多间私人公司 并利用在新加坡的快递公司的服务 运送零食和玩具等货物 但在警方明查案访后 赫然发现贩毒集团将毒品暗藏在这些物品中 他说除了起货毒品外 警方也扣押了总值25万令吉的三辆轿车 并冻结了11个银行户头 他指出 据初步调查显示 此贩毒集团的主要供应市场是欧洲国家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毒品的来源 同时警方已经鉴定包括首脑在内的在逃嫌犯 并正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这期新闻给您播到这 别忘了警示防疫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